歡迎回到新聞大追擊的節目現場 剛剛的節目當中談到這麼多 這標會的一個好處 但是一定也有很多年輕人 會告訴我一句話 說我們現在薪水只有22K 我可能吃 就是吃啊住啊 食衣住行娛樂我都不夠花了 我怎麼還有錢來投資呢 但是其實在網路上標會 額度不用太高對不對副總 你只要小額每天累積一點 每天累積一點 就可以開始你的標會人生 對 這基本上就是對小資 特別設計出來的一個優惠 小資男孩女孩 小資男孩女孩 你像他一個月一千塊 一年就是一支新手機 只要一千塊就可以 一萬塊你就可以開始標 就有人願意跟你標了 所以這就剛剛又有剛剛講 就是說萬一你拿不出 一萬塊一個月 人家可能還不太想跟你標 因為這樣子在投資太低了 那當然也有人問說 那標會跟信貸有什麼不一樣 那現在你借了你就要拿去用啊 那標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申請了 你如果不需要的話 你就不要去標 等到你真的需要再去標 那就好了 那你標你還可以拆開來標 好 因為你今天只剩一支手機 你就標那個一個月一千塊的 那一年才一萬多 那你之後負擔也很輕 一下一年就還完了 那如果你有更大的開銷 因為你要結婚 你要買房 你要買一支摩托車 那你就可以標一個三年的 或是標進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它的選擇 真的非常多樣 因為上面人很多嘛 好 那你要是自己找會咖 你要找到三四個會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那你這樣子就非常 非常非常低的門檻 每天33元 你就可以真的開始就開始標會 那負擔也不是很重 那最重要就是說 利息可能比較便宜 是 因為一般的信貸 可能動不動也要10% 那標會比較像這樣的 技巧磨練得很好 也很看得懂人家在出金的那種技術的話 你可能很便宜 大概7-8%你就標到了 而且這標到的話 也不怕人家倒會 我覺得這是還蠻安全 蠻可以考慮的 是因為我看到 有個標會額度彈性化 是說這個額度自己也可以決定 是不是 應該說你要標多少 你就決定參加哪一個會 你可以參加一千塊 你也可以參加五千塊的 那如果你很猛 你要參加一萬塊的 因為你有很大力氣開銷 要出去遊學 你也可以參加一萬塊 完全都你自己決定 那這樣的話你的選擇就還蠻多的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要選擇在標會這個部分 你可能是資金需求 沒有這麼急迫的人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存款的方式 然後如果是網路上這樣一個標會 用銀行來幫你把關 又不怕這個會卡會跑掉 所以就是像這樣類型 你沒有急迫資金需求的人 你就可以進行這個網路標會 對 不小心標到 你還可以再去變成人家會角 把它轉投資出去 那這樣子一個月也不錯 這一筆錢一回頭 又可以賺個七八%的利息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雙重的效果 是 但是月有可能也很多觀眾朋友 會問說 那是因為如果網路 參加網路標會 當然這個銀行會幫我擔保 但是如果我就是傳統這種起會 萬一我真的被倒會了 現在社會新聞的壞心的人這麼多 真的被倒會了該怎麼辦呢 我真的是血本無歸啊 真的 集體倒會實在沒有辦法 像我們在基隆長大 前不久 基隆廟口也有一灘 全部倒會倒光光 而且每一個老闆都被倒到 那就奇怪了 怎麼會世人不親呢 大家都熟悉的朋友 怎麼會被倒呢 那就是被倒了 那我媽也曾經被倒過會 欲哭無淚 而且這個通常會標會的 都是自己的私房錢 這筆錢 我阿爸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要偷偷的哭泣你知道嗎 是不敢講的 所以也看到媽媽曾經 因為在標會這件事情上 養活 養大我們這幾個孩子 也看到他在這裡跌倒過 就覺得說 哇 這樣東西 你還真的要好好的判斷 否則的話 下一個摔倒的可能就是你了 是 但是如果真的被倒會之後 是不是有一些方法 你可以快速把這個財富 趕快再一次全部拿回來 其實標會是有一點 你要練自己的手感 跟練自己的人脈 跟嘗試看自己的運氣 那或許你可以再做 你有一筆資金的話 你可以再做其他的 選擇其他的標的 譬如說 我自己曾經有成功的 剛出社會的時候 標到第一個會 我好像是最後一會 未會了 就沒有缺錢 標到最後一個會 然後我那時候就用那個會 去買了我的第一台汽車 後來我就用這車子 跑通告啊 然後上節目啊 賺了一些錢 我就覺得 我好像在我的人生路途上面 這件事情給我有嘗到說 原來可以做其他不同的衍生 那我是在我周遭的朋友看到說 那如果這樣標配我不是那麼熟 我可不可以做其他的了解 譬如說股市 那我可能小額的買 或者是基金定期定額的選擇 但是這個都脫離不了就是說 你自己要做功課 你還是得要看一下 那當成每個人都會被那個投資報酬率 至少我一定要賺7%以上 10%以上我才要賺 各位不要貪心 一點點就好 真的不要貪心 你想要賺10% 哪有那麼容易 每個獲利都先打敗定存就好了 對 那個先打敗定存 1 2% 2 3% 我覺得那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不妨從這個 那尤其現在的小資男小資女 錢不多的時候 你可以用說我2000塊3000塊可不可以做點什麼 其實基金是可以的 定期定額也可以做選擇 但重點是你自己還是要做功課 是 但是立芳說到 這個重點是大家都一定要做功課 可是很多人想說 我想做功課的機會也沒有 因為我錢就是賺得這麼少 如果現在真的很多年輕人 22K 有時候連我看到就覺得不忍心 就覺得天啊 你要在台北工作租個房子 套房就1萬多塊去了 你吃飯 台北物價這麼貴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真的一個月只能擠出好 兩三千塊來 那我怎麼可以投資獲利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也是南部小孩 來台北念書這邊工作 我當過兩年的月光族 是 對 那我是怎麼翻身的 趕快把你的成功經驗告訴大家 我覺得我就是 那時候真的是痛定思痛 就是說 為什麼我的錢就是存不住 好 那我就會想 那我多存一千也是一千嘛 後來我就用一個方法 叫我會建議就是如果要強迫儲蓄 我們先不要講投資這一塊 我就分兩個階段 我如果要強迫儲蓄 現在銀行有一種叫零存整付 你就是約定跟銀行約定說 我例如每個月薪水 5號進帳 對 我就是要扣 例如2000塊 銀行就自動扣走了 你拿什麼卡去 錢都 銀行都不會還你 都來不及了 因為他就是約定 都拿不回來 對 反正我就強迫 例如我就一年 老老實實 例如這2000塊 一年後就變成24000 24000再加利息 錢就存住了 那我覺得如果說 這個是一個強迫儲蓄 你不知道怎麼投資 那如果說 你是有一點點投資的sense 也會去看一些投資理財的雜誌 或文章的話 其實我覺得 所謂的定期定額買基金 甚至你是現在去買 所謂的投資型保單 其實每個月2000塊 投資型保單就可以買了 那定期定額買基金3000塊 一個月就可以買了 基本3000塊可以買這個基金 對 沒錯 那我覺得現階段就是說 因為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其實整個市場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 之後整個波動度都很大 也不要去預期說 我怎麼賺10% 就要20% 30% 太耐心了 我覺得現階段 你可以去投 比如說像東協市場 我們亞太地區的東協市場 是可以注意的 那如果說 你自己本身是很怕那種 好不容易擠到賺到的錢 然後虧損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買 例如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這種有些是有月配息的 那小額慢慢去累積 那反正呢 重點就是說 我每個月多扣這2000塊 多扣這3000塊 我很自動 一年後我這真的有一筆 我覺得年輕人最怕的就是那種 反正呢 就是自我放棄 自我放棄 我就是存不了錢 反正我花費就是這麼高 我錢就是怎麼樣存 我會對未來有一個沒有希望的感覺 那我就好吧 我就這樣花好了 但是你又發現 如果你真的咬緊牙根 就是你一年後 你真的存出幾萬塊 你自己會很有成就感 沒錯 因為你會沒有想到 原來我的錢也是存得住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種激勵的效果 那你當你這一年做到之後 你在未來第二年第三年 那這個激勵的效果 像我當年 我就一個月5000塊 然後一年後不是就6萬 我會覺得說 我的存款竟然可以到10萬了 原來我也是可以破10萬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動力 對 然後你會越存越高 比如說我5000變6000 存6000存7000存8000 我覺得那是一個激勵的效果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錢小 錢少你就不做 不要看不起他對不對 真的 那副總其實就像剛剛立方講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說 我錢就擠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恆心有毅力的話 擠出那麼一點點錢來做投資的話 還是可以累積這小型變大錢 但如果以你一個比較專業 大家會覺得說銀行業者 你就是專業知道 有很多的投資工具 那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哪一些 就像剛剛講 買基金或者進股市 哪一些投資方式 是真的這個時間點 你覺得大家是可以考慮的 對 我剛剛聽了立方講 其實我都很想要拼他回去當理財專業 因為講的真的非常勵志 而且他還有親身的經驗可以分享 而且他講的都非常的有道理 這也是平常我們大家都在 告訴我們的客人 就是說你還是要看你自己想要的風險 好那 因為股市這種波動比較大 我們在這邊就 不當作是一個討論話題 那的確我覺得定期定額的基金 因為才3000塊一個月 怎麼樣你擠也擠得出來 不然的話你就標會 不小心飆到就拿來這樣子投資 也是一個方法 那多有一個產品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可能大家比較還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覺得黃金存責也不錯 因為現在QE這麼多次 大家的身上的錢 可能越來越不值錢 但黃金是永遠的 而且他可以一顆一顆買 那一顆黃金可能在2000塊以下 也不錯啊 雖然你沒有摸到那黃金 但是有覺得 每天每個月都有一兩顆黃金 在那邊等我 那種感覺也還蠻實在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好 這個也不錯 每個月 應該幾個月他就會去買一個小元寶 他就真的是去買黃金 他就覺得說 你累積了這麼多黃金 你是不是要找一個地方 再把它照顧起來 或者是把它存起來 否則的話 你又怕你的金子會不見了 一個一個元寶 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一樣是買黃金 我可以用存折的方式來買 對不對 而且依照你的需要 你不一定非要一次要買一顆元寶 對啊 一顆元寶還不太便宜了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慢慢慢慢累積這樣子 一顆一顆挺好的 對 我們聽完這麼多一個投資工具 或許大家會 如果標過會的人就會知道 可能如果這個月 大家都不缺錢 都不標會 好 用抽籤的方式 結果 哎呀 真的讓你抽到了 結果你莫名其妙多了這一筆錢 到底要如何運用呢 我們節目一開始有提到 最近政府已經要開放 這個人民幣業務了 投資人民幣是不是一個好選項呢 我們休息一下 好想